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顺海开箱 我是晨晨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台南购买 听说这一家是台南今年刚新开的素食超市 而且很远风不动的 把国外的经营模式搬来台南经营 那里面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跟我想买的东西呢 那别忘了先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 那我们就进来看一下我想要跟你们介绍的多项产品 第一个就是硬如我眼帘的他们自家的产品 蔬果酵素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是 它每一种蔬果都是独立发酵两年 而且个别发酵 然后它又有加气泡 所以像年轻人嘛 就会更能有接受度 而且它是有机的喔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 第二个产品 我看到我想要介绍的东西了 就是这一个 它不是一般的咖啡喔 它是糙米咖啡 非常的特别 一般可能喝到都是一般奶精的嘛 或是植物奶 但是它是糙米的喔 我来挑一盒喝喝看好了 第二个我想要介绍的东西 它出现在我眼前了 把酷的香蕉面 而且它非常厉害 这边是他们唯一的实体通路商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网站可以选购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成分非常特别 它就是很单纯的 有香蕉 小麦粉 食盐 这样子而已喔 而且又是DGI的食物 我就觉得这非常适合现在 有点半发福的我 所以我就放进去我的栏子里面 然后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 非常酷的东西 它是一个越南很有名的歌手 而且它吃素的喔 然后它自己创立的品牌 就是这个越南的河粉 然后它有分南北越 这个是南越 这个是北越 然后他们的口味也有区分喔 听说北越就是我们平常 常常吃到的那一种河粉 但南越的可能吃起来 嗯 有点像半条 而且它是被号称是 越南的菜伊林 所以我也想要我吃完也变菜伊林 不好笑 那我放进去我的袋袋里面 再来 我们再来看职人首作的商品 这个也是中我的心 到了 这边有Luni的臭豆腐 然后我先拿这个焦码的纯素臭豆腐 然后再来是韩式素食炸鸡 然后还有这个素食的大炒年糕 有没有很兴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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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在Instagram上面超级有名的 上甜油饭 这也是排队店 可是在这边直接就可以把它带走 都不用排队也不用发现 是 除此之外还瞄到一个东西 烫烤烧肉片 那我觉得它非常的特别 所以我也放掉我的蓝蓝里面 那我们正餐都挑好了 感觉它少了些什么 所以我就看到这边有 纯素的冰淇淋 那我就再挑一个特别的口味好了 冷压粗炸橄榄油口味 听说它是纯素鸡的阿根炸死 那我都选购了 差不多了 只是买的是冷冻商品 如果想要现场吃怎么办呢 听说这边还有现场帮你加热 微波的服务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的用餐去开吃吧 那我的商品都已经选完了 现在要用他们的熟食服务 那我先拿去给他们结账 那麻烦帮我微波 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现场现做的料理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冷藏的 就是全台湾可能不用到处跑都吃得到的也有 然后现场现做的现做料理也都有 那我们就到客席区就做吧 那看看我桌上这些职人手做的熟食 都已经帮我加热完成了 第一个我想要先吃这个卤米的臭豆腐 因为这个东西我曾经有吃过 我想要来品尝看看现场跟真空的差别 它真的 它那个味道香到冲进我的脑门 它真的好像似乎是没有一点点偏差喔 那我来吃吃看它的臭豆腐 而且它一袋臭豆腐里面超毒快的 真的是可以一碗就让你很有饱足感 特别特别特别的入味 咬下去那个汤汁整个就这样炸出来 跟现场吃完全一样耶 而且不用排队在这里就可以吃得到了 那接下来卤米的臭豆腐吃完 我还要吃善甜油饭 它好像有别于外面一般的油饭喔 我已经闻到它强烈的 姜跟麻油的味道 我来吃看它的饭 它根本就是直接还原现场料理的那一种风味 一丝一毫都没有跑味 好好吃 好好吃 而且它的糯米非常的刚好 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烂 那接下来吃完这个美味的善甜油饭之后 还要一个也是非常重口味的知人料理 韩式辣糖年糕 素食的耶 这好少见喔 来吃吃看 哇 它有辣 它真的有韩国的辣 难怪真的是老板娘从韩国特地学会来的 韩式的素食大炒年糕 它的味道非常的接地气 非常的倒地耶 哇 吃完这么道地的韩式辣炒年糕 还有一个小菜喔 素食的烤肉片 而且听说很厉害喔 它真的炭香四溢耶 明明是一个冷冻真空包 它怎么可以有那一种 这么还原现场的感觉 好 就来吃一块 我原本以为它的味道是附着在这个烤肉片上面 但错了 它是整个吸在任何的一个组织里面 你知道吗 太好吃了 好经验喔 那我这边品尝完了真空的知人料理之外 会发现它跟现场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喔 咦 再来刚刚老板请客我的 就是真正的现场手作料理 现在就来吃一下素羹 哎呀 它的料好多 我这样随便的一捞 都是满满的料耶 我来吃一口看看 配个木耳 然后还有笋丝 哇 真是那种古早里 船口味的感觉 我原本以为它是偏清淡的素羹 但是我大错特错了 它的味道非常的恰当好处 那接下来吃完这个美味的素羹之后 还有我们的素汉堡 把它压扁之后来尝口 这个花生口味的未来堡 哇 好搭实 它里面的素肉实在有够厚够大块 完全没有偷工减料整块给你 然后它的酱料很特别喔 它是花生酱 因为它的花生酱是有颗粒的 又没有很甜 吃起来不甜不腻很清爽 搭配这个微微咸咸的素肉 我觉得真的是恰当好处 那吃完这个花生口味的素食未来堡之后 一定要来点喝的啊 然后就发现老板给我的 这个是纯素的红茶奶盖 那我就来喝喝看喔 它的奶盖有点像那种海盐奶盖的感觉 就是咸咸的 而且搭配它下面的红茶很清爽 就是比较像英式红茶的感觉 对 英式下午茶那种感觉 很高档耶 那稍微品尝了桌上这些现场跟真空的美食之后 还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喔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有别于一般的素食超市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来问问老板 那尤其我们的Berry 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觉得 你们这边的差异性就是 真的是蛮便利的啦 跟一般的素食超市不一样 那想知道说你的开店理念是如何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其他的超市 去逛好我们要看那个素别看很久 所以我们这里都帮大家筛选过 所以让素食的人可以在这里很轻松的购物 然后甚至是用餐 那重点是我们空间非常的明亮 所以有时候一些婚食者 他也愿意进来看看说素食其实相当的多远 所以说我们透过明亮的装潢 去达到我们推广素食的目的 对 所以我们兼顾了 让素食者非常方便 让婚食者也愿意去尝试素食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会冒昧地问一下 就是为什么想要在疫情的期间 选择开幕 那当然不小心碰到了疫情 这也不是我们大家愿意的 那针对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是去 化为机为转机 所以才会顺势地去跟这些餐车 其他的职人手做料理去做结合 然后在我们这边上架他们的产品 那像这些料理都很简单 像家庭主妇来 他买回去 隔水家的一个晚餐就结束了 对 我发现其实不管是上班族 他们的便利性就可以解决 像疫情这个期间 大家可能不一定可以做内容 但他们就可以让你买回家 然后可以随时就可以料理 那今天Berry的答复 也真的有解到我的疑惑 而且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年轻又为的小老板 那如果大家有来台南啊 或是本身就是台南人 也很推荐来这边逛逛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那我们今天开箱都在这边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